之前因为也引起大家诟病 就是说城中城大火的功绩 蔡英文总统他只现身出席了两分钟就快闪 那更别说高务市长陈其迈 在城中城大火的调查报告公布的那一天 他也没有出席 他就跑别的行程了 那他说反正呢 所有的责难他都会承担 他都会负责 那他承担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承担的方式就是 城中城大火的承担报告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消防局承担九个人 既搭过一次 还有呢 如果列为主管人员调离主管职 所以呢公务局的部分呢 承担了四个人 既搭过一次到申介两次的承担 主管人员除了监管处现任处长 都调离主管职 然后公务局长 消防局长是请辞下台的 那整份承担报告呢 有既过申介调离主管职 就这样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教授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有点像是在学校里面抽烟打架 然后教官就直接给了一个什么 既大过既小过的一个惩处 这问题是这46条人命 46条人命43人受伤 这交代的过去呢吗 真相呢检讨呢 有通通水落石出吗 对有追究到底吗 当然交代不过去 可以幸福大众吗 当然不行啊 所以为什么会 这个报告一出来以后 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批判 批评 而且很生气 第一个我们先看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 每一个县市里面有一些这种 事故发生 然后首长就一定 就是马上要辞职下台 我们并不是这样主张 那不然的话 你总统院长部长跟市长 每天都在下台了 我们并不是这样主张 但是我们的主张是政治人物 尤其是同一位政治人物 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对待别人 也要对待自己 那我们先看一下陈希迈当初 他就是对于台中 是发生了一个大火 然后死了好像九个人吧 有九个人不幸罹难 陈希迈要求胡志强一定要下台 台中阿拉业店大会 然后他说还要死几个胡志强 你才愿意下来 这个就是他的标准 那现在在你自己的辖区内 远远超过这九个人 有四十几个人 而你却并不用同样的一个标准 要求自己 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政治人格的问题了 政治标准的问题 我再强调我们并不是说 每一个首长内部你的辖区内 有这个事故 你就一定要下台 不是这意思 而是你本身对于这个事情 你的态度应该要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强调是 政治人物一旦讲说 我要负起政治责任的时候 政治人物当你讲出这句话 我要负起政治责任 只有一条路走 那就是自己下台一鞠躬 这叫做政治责任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承担起 所有的社会责任或是什么 那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了 那第二个问题那也就是说 这个调查报告一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要直接面对媒体 直接面对罹难者的家属 直接面对台湾的所有的社会公众 也就是你自己本身 应该要来主持你的这个调查报告 这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 也就是说你这个市长 你应该这样做 好 那今天两个部门 你刚刚谈了 一个是消防局的局长 一个是公务局的局长 这两位局长都寝质下台 就代表两位局长认为 自己要负起政治责任 因为他们是政治任命 所以他们一下台一鞠躬 可是因为已经跨部门了 是两个部门 所以你就应该要追究 主管这两个部门的长官 是谁 那当然就是那一位副市长 也就是这一位副市长 他是管这个公务消防的副市长 那他两位左右助手 左右的干将都辞职负责任 那你这个主管 当然要负完全责任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陈其迈的话 那林荣卿一定要下台 林清荣 林清荣你一定要下台 因为是两个部门 也不是一个部门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整个这样的一个处理 让我们感觉是不够的 诚意不够的 而且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辖区内 所发生的问题 更何况我们觉得民进党 会让我这边 为什么常常对民进党 我会那么的生气 就是因为这个新闻是负面的新闻 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事件 你就会看到 只要碰到负面的事件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也好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 都是蜻蜓点水来一下赶快散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那个画面 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家属愤怒表达意见 他们不想去面对 他们不想去被民众看到那个镜头 然后产生一种刻板印象说 你看你们这些人事情都没做好 所以他们就着闪又躲 你看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一碰到负面的事的时候 应该要他负责任的 可是每一个人都着闪又躲 没有错 蔡英文也一样嘛 对陈其迈要不要下台 他也是着闪又躲 对那同党立委这个蔡英文就说 当年新北市发生八仙城暴 没有人利用这件事情 政治斗争要从诸位人请示下台 那现在要做的是灾后复建 不是政治上的撕裂 那黄伟瀚就回答 就说原来不止苏院长熟练 乾坤大挪移之术 蔡英文也会 那伟瀚想问陈其迈 照他自己的标准 高雄市长他是词不词 请公开回答大家 在这边我也在聊天室 没剩几分钟了 也请大家告诉我 你觉得陈其迈该词还是不词 词的话加一 不词减一 请立刻帮我投票 那请教汉庭 这个词不词也无所谓啦 因为反正再过几年 大概也就已经很清楚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当时的一个网 反正当年就是说 朱立伦要为八仙城报事件 下台负责 把朱立伦做一张很丑的图 这个以前绿营要朱立伦 下台的声音都有嘛 所以怎么会没有呢 而且呢就是现在 之所以要陈其迈下台 是他自己的标准 又不是别人生出来 严苛的标准 他当年要胡志强下台 所以现在自己就应该下台 否则他现在说 好好好我们负责 那他到底负了什么责 就是让别人让别人下台 那自己对于这整个的工程监督 我们先前有统计过 而且还算是延荡跟跳票 这个样子来看 民进党所有的负责 通通都是空口说白话 好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先说一下 这个都是加一 一面倒的加一 大家都认为就是陈其迈 对应该要辞职下台 好不易 我先回应赖老师 刚讲的一个重点 这一回陈其迈 他没有去参加那个 陈东城的报告 他跑去纳马夏 参加元香的活动 我要说元香的活动 当然重要 但是有比46条人命的 陈东城大火更重要吗 我认为陈其迈 他当然知道心里有数 但为什么去逃避 他不想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他要逃避 他先闪开那个场合 然后接下来就陈楚的问题 老师刚刚讲到了 副市长跟各位报告 2011年那个阿拉大火的时候 当时的副市长萧佳琪下台了 以及当时的消防局长下台了 直接附到最高的层级 直接下台 请问一下 现在高雄市负的最高层级是谁 就是两个所谓的局长下台 副市长或市长层级的 有决策权力的人 有没有人负责任 没有 没有 陈其迈当时说的一句话最经典 他说政务官 我一能负的责任叫什么 叫下台 他是直接这样讲了 请问一下 有人下台吗 没看到吗 而且他说这个负责任 又让我联想到之前一个事情 三加十一陈时中怎么说 他负责 也他负责 跟这位政权也不一样 他负责 负责他现在是什么 陈时中天天还在开记者会 我不知道他负什么责任 已经死了好几盘人命了 陈时中有说过一句什么东西吗 没有 因为我就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对不是破口跟公安对 然后讲了一些 什么基因定序列讲 也都有的没有 当时不就说三加十一是破口 然后把责任拖给万华 然后被他骂到不行的时候 就说他在负责 负到责任现在 我认为他接下来还会步步高升 越负责官越大 这就是民党特色 所以你说陈其迈会负什么责任 不会啊 嘴巴跟你讲我负责 保证下去要出来选连任 你看看吧 铁定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才知道民党这些人 做的事情跟嘴巴讲的 真的是觉得可耻而已 因为完全无法做到 如果你不能做到 我也不强求你 你就不要讲 嘴巴要讲得很好听 实际上完全做不到 会让民众看不起 会更强大